印度进行了一次海基反导实验 它的枪有了 可是靶子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好 我是施涛 最近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也就是DRDO和印度海军 在孟加拉湾的海域 进行了从军舰上发射 所谓大气层内南截导弹的反导实验 那么印度国防部22号就宣称 这一次实验旨在应对和消除 敌对的弹道导弹威胁 从而使印度机身拥有海军弹道导弹 防御能力的精英国家俱乐部 这个话很大 那么这种反导导弹的据称 是能够挫败来袭的核弹道导弹 那印度一直以来一直在寻求建设 陆地和海基的这个有效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那么早前就成功的进行了一系列的陆基 双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测试 那么据称这个系统是可以跟踪和摧毁大气层内外 高度从15到25公里 以及80到100公里范围的这个核弹道导弹 并且能实现很高的这个杀伤率 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印度的地图就会发现 进行这个海基弹道导弹拦截试验 它的针对的对象或者说它的目标 其实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 大家会发现印度洋海域 印度洋以南的或者以西的地方 并没有对印度构成威胁的 或者说有这个弹道导弹发射袭击能力的这个国家 而我们看印度的四敌巴基斯坦 目前也并没有从海上发射弹道导弹的这个能力 因此印度急于去装备一种 它用不上的武器或者发展一种 它用不上的武器 这个目的确实是让人很感到疑惑的 当然了这也不是印度第一次这个摊大球权铺开一个大摊子 在其他很多武器的发展上 我们都看到过印度这种好高骛远的倾向 就比如说著名的LCA战斗机 在陆基战斗机都还没有搞定的时候 就又分兵去搞了这个舰载版的LCA 以至于这个LCA拉拉垮垮搞了40年 还没搞出个名堂来 当然了印度发展陆基弹道导弹拦截系统 它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针对的就是中国 一直以来印度都在担心中国用弹道导弹 用核弹道导弹来打击印度的目标 好那么也就针对这样的一个假想研发了一系列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 但是如果我们回看印度的弹道导弹拦截能力 就会发现这样的弹道导弹的拦截技术 与印度目前声称的防御能力其实差距还很远 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来袭的导弹有多大 拦截它的导弹就有多大 比如说美国在阿拉斯加部署的GBI拦截弹 那么它的体积可就相当是一枚中远程 甚至接近洲际弹道导弹的体积 而以印度目前公开出来的它的这个 反导导弹的体积 我们很怀疑这个导弹实际的拦截效能有多大 那么从目前印度宣称的一些指标来看 这个拦截效果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比如说印度的这个陆基拦截弹 但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只有4.5马赫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能量储备的水平 是很难以去拦截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弹道导弹 就更不要说印度口中的所谓的远程核弹道导弹了 这么说来 印度的这一次海基中段拦截试验很有可能 是做了一锅加生饭 那么目的还是一个面子上的考虑 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没有充足的实力 你只能先画出这么一个样子 以后再慢慢往里填 至于最后能填到一个什么实际的效果 那都是几十年后的后话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